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图上的小壁虎拍在墙角 我猜他很喜欢待在墙角吧 感谢你的发现 借助图片你能猜猜这个字念什么吗 我猜这个字就是墙角的墙吧 没错 把刚才认识的两个字放在一起 你有什么发现呢 这两个字中都有土 为什么用土做偏旁呢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最早的时候墙是用泥土雷起来的 所以墙壁都带有土字旁 淘气的生子宝宝跑到这首小儿歌中了 快来读读吧 小壁虎墙上爬 四条腿长尾巴 苍蝇蚊子都怕它 见到马上逃走了 小壁虎有长长的尾巴 可是有一天 它的尾巴断了 要去戒尾巴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快让我们翻开书 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课文 小壁虎戒尾巴 相信同学们通过浴学 根据这样的浴学小提示 已经读好了课文 也圈出了文中的这些生字 那么李老师现在把圈出的生字 放到词语中 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吧 注意拼音中飙红的这些前后逼音 同学们都要读准确哦 再来看第三行的词语 最后一个字都要读成轻声 你学会了吗 淘气的小壁虎把词语的拼音帽子都摘走了 你还认识吗 快来挑战读读吧 地鱼 墙角 转身 咬住 正断 您好 拨水 防颜 蚊子 水尾巴 盖影子 傻孩子 读语都读对了 李老师为你点赞 在这篇课文中只有很少的生字标注了拼音 那么其他的生字你都是怎么认识的呢 就让我们回到课文中 一边朗读课文 一边分享你的猜字小锦囊吧 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读第一自然段 小壁虎在墙角说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一正 正断尾巴逃走了 这段话中的生字你是怎么猜到的呢 刚才我们这组图画猜出了墙字 这就是一个猜字小锦囊呀 猜蚊子时 我盖住了虫子旁 只看右边的蚊 也能猜出它的读音是蚊 利用行生字的特点 猜读生字也是一个猜字小锦囊 还有其他的吗 当我读到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我根据这句话的意思猜到了 它有口字旁的字是咬 你都能联系上下文来猜生字了 真了不起 那么来看看 有了这样的三个猜字小锦囊 我们就能把课文读得更准确 更流利了 那么在运学的标一标中 我们还知道了 这篇课文一共有七个自然段 对照屏幕检查一下 你都标对了吗 看看文中的几幅插图 你能看出小壁虎都爬到了哪儿 向谁借了尾巴呢 小壁虎爬到小河边 找小鱼借尾巴 小壁虎爬到大树上 找老牛借尾巴 小壁虎爬到房檐下 找燕子借尾巴 你能看图说几句完整的话 真了不起 那么在运学中 你的小脑袋里 还有什么小问号要问吗 小壁虎为什么要借尾巴呢 为什么大家都不借尾巴给他呢 小壁虎怎么突然长出新尾巴了 会提问 会学习 带着你们的问题 让我们走进课文 继续共学 来看看书中的第一幅插图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一正 正断尾巴 逃走了 原来小壁虎的尾巴 是在逃命时正断的呀 就像这样 小壁虎逃走时使劲一正 尾巴就断了 如果你是现在的小壁虎 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我一开始很害怕 正断尾巴后 一想到尾巴没了 又很难过 是啊 既害怕又难过 带着这样的心情 让我们一起读读 第二次然断吧 没有尾巴多难看呢 小壁虎想 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 坚强的小壁虎 想要自己去借一条尾巴 那么继续读故事 看看小壁虎会向谁去借尾巴 结果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先看第三次然断 请你准备好小铅笔 边读边用铅笔画一画 小壁虎和小鱼的对话 开始吧 小壁虎爬呀爬 他看见小鱼下着尾巴 在河里游来游去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 行吗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 拨水呢 三星同学们 也像屏幕一样 画出了小壁虎 和小鱼的对话 那么我们看 这一段的第一句 用三个爬 只说小壁虎爬到小河边 不行吗 用三个爬子 更能体现小壁虎 借尾巴的辛苦 小壁虎辛苦地爬到小河边 他多想借到一条尾巴呀 于是他该怎么说呢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 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真是一只 有礼貌的小壁虎呀 他不仅称呼小鱼姐姐 还用了您这个字 你在哪儿还见过您这个字呢 我们教室的文明书中 就有您好这个词 提示我们要做个文明有理的小学生 尽管小壁虎这么有礼貌的请求 小鱼是怎么回答的呢 小鱼说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谁能带着动作再来读读这句话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难怪小鱼不想把尾巴借给小壁虎 因为他还要用尾巴来拨水呢 同学们 想一想在生活中 哪里还会用到拨的动作呢 家里的钟表走得慢了 爸爸会用手把指针拨一拨 数学课上 我们还用技术器拨珠子呢 通过学习刚才的这一自然段 我们知道了 小壁虎爬到小河边向小鱼借尾巴 但他要用尾巴拨水 那么学到这里 我们猜猜 小壁虎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故事了呢 下面的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写写本课的两个生字 观察这两个生字 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桌和姐都是左右结构 桌带有提手棚 小壁虎用舌头桌文字 舌头就像灵活的双手一样 姐是女字棚 带有女字棚的字 大多和女性相关 比如我们学过的妈妈奶奶等等 那么在书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有什么要提示同学们的吗 他们的边旁都在左边 所以写的时候要左窄右宽 写这两个字时 还要注意穿插避让 足的撇穿插到提的下方 解的最后一横 穿插在左边点的下方 感谢这两位同学的分享 下面就请你准备好笔和纸 关注坐姿 握好小铅笔 跟着李老师一起来写写 这两个生字吧 提手提手起笔左半格 树沟写的直右高 小口靠着树中线 短横落在横中线 短撇穿插提下方 那写舒展才好看 女字靠近树中线 三笔注意横遍提 好啊 写好了两个生字 那刚才呀 我们学习了第三自然段 跟着小壁虎一起去找小鱼借尾巴 虽然没有借到尾巴 但是我们知道了 小鱼的尾巴还有拨水的作用 那么下面就有一段小视频 跟大家介绍鱼类尾巴更多的妙用 让我们放松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再继续学习 那边再继续学习 一会儿再继续学习 第三自然段 想法 从小鱼的尾巴 那边再继续学习 的 标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